中美冒战以来 对于中国大陆的整个经济环境 到底有多伤呢 这一次算是习近平最真实的告白 几个字 人进不来 祸出不去 但不是喊出要双循环 要逆转局面吗 现在完全遇上了大麻烦 今天我们请杰明来告诉我们 难道现在中国大陆只剩下这一招 这一帖要更疯狂的国进民退吗 前一阵子我们在看新闻说 中国这次武艺长假 2.4亿人 2.7亿人出去玩 那需要消费大喷发 你知道今天股票怎么开的吗 上海A股跟上海深圳A股直接跌 创业版直接重挫3.45个百分点 怎么会这样 直接跌给你看 这果不其然 事实上走就有征兆了 我们知道李克强不断去错 习近平的洞说 你一定要引起外资金来中国 没有什么双循环 其实在今年1月11号的时候 其实习近平就召开了 各地的省级短位 党委的各地区的高级主管 党的主管开一个会议 这会议叫兼职执行 十四五计划 双循环这个计划 那他特别提到一件事 我觉得提这个事情 有点诡异你知道吗 一般我们都是综合 所有的财经讯息 政府官员跟我说法 然后我做个决定 他没有 他说他个人 他个人跑去浙江 发现到一个状况 非常的严重 叫做人或进不来 或出不出去 等一下 这句话谁讲的 习近平说的 习近平讲 而且习近平自己到浙江的时候 发现的一个现况 他说他这次扮演老实处了 那我就问一件事 那你周围的官员 没跟你讲答案吗 这是现在的状况吗 问题有这么简单吗 所以他说一句话说 他一定要执行 所谓双循环 就是如果今天国外 没有办法进来物资 我们国内要生产 如果我们东西卖不出去 我们国内要消化 当我们要把国内 这个饼做大之后 那我们想办法再跟国际接轨 是 好 这件事跟你克强 想法完全不一样 好 但问题来了 1月11号才讲完的话 到现在半年 对 4月30号 在五一长假的时候 又把大家找过来了 又怎么了吗 又要讲了 他讲什么 而且这次的指令非常清楚 他说双循环这个动作 一定要去贯彻到底 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 战略物资 粮食 还有基础的这个建设 我们真的不好 我请问一下 哪泥 真的吗 中国刚刚公布第一季的GDP 比去年头期成长多少 18个百分点 18个百分点 那应该很开心 习近平又老实述 他说我终关整个全局 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经济 有绝对的不平衡的状况 我们要仔细评估 所有经济数据所背后的意义 表示连习近平都不相信的18% 好 这是第一 第二件事 他就直接单挑 我刚才讲的 就是基础原料 基础建设 我们现在还有很大的问题 当然指的就是半导体 可是他又点了一件事情 但是对于这种大资本 无限扩张的 我们要给他压制 好了 这句话完没多久 果不然前最近腾讯麻烦了 因为你知道这个抖音 突然之间跑去 发了一个告状说 为什么我们的讯息 在这个腾讯的微信什么东西 通通不能转传 这件事以罪速尽 罪速尽 法院开始要进行判决 这次储藏金额不是多 只有9000万人民币 不是很大的钱 可是也就看了一件事 习近平说了一句重要的话说 这是大资本的扩张 你必须要克制 讲白了 因为腾讯 已经把所谓的什么小吃摊 把这个什么连锁商店 把这个所谓的新的新创事业 全部打垮打爬 高举反垄断的大旗 我才砍完阿里 现在换腾讯上断头台了 而且这次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他们列举了34家公司 跟我们说的所谓垄断有关系 这34家公司直接跟腾讯有关的 有16家 但是依靠腾讯生存的公司 远超过这个数字 那问题就来了 一定习近平发现那件事 如果今天再让腾讯扩大的话 接边电就完蛋 为什么 因为数字出来 这次五一长家人数 其实是可以直逼2019年 比2019年五一长家人还多 但你知道吗 它的消费力道 竟然只有2019年的几个百分点 你知道吗 只有77个百分点 多诡异的一件事情 所以可以想象的发展是 现在怎么在中美贸战下 扭转整个局势 会越来越疯狂的国进民退吗 我们就来看到了 杀民气 割韭菜如果变成主旋律的话 偏偏这一家企业 居然民间喊杀 官媒拼命护驾 那有什么猫腻呢 没错 这家公司就是台积电 我们知道台积电 准备要去南京扩厂 准备把南京赚 南京厂赚了800亿 就是直接跟流中国 因为这800亿是从中国赚的 准备扩产4万片的晶片 这个消息在台湾 其实并不是大消息 反正台积电要去那边扩厂 OK 结果没想到有个向力 刚才连发三个帖子 痛批 这是南京政府 给他想清楚 你怎么让台积电 去说28奈米 到时候台湾的中国的晶片 会不会过量生产 然后让我们的自有经验基础 全完蛋 这件事我们就听在这边 我们就笑一笑 这是他的说法 果不起来中国有人受不了 这个人叫陈金 他的陈金就是经验的经验 他是什么单位 他其实是中国智库科技 以及战略风雨学会的 一个研究员而已 但是文章他出来了 他说 拜托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讲了 为什么 因为中国半导体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对我说的晶圆制造 是最大的弱点 他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他说当美国要求中芯半导体 不要替华为生产的时候 中芯半导体乖乖的听话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连28奈米的自主制程 都没有 今天台积电带的自主制程 掉过来 不要忘记了 南京有一条半导体街 扩张从南京一直到合肥 现在整个南京合肥 这块地方整个半导体风云云起的起来 这台积电难道没有扮演关键的角色吗 没有台积电这些新装公司做得起来吗 他就说一句话 你这个像立冠你讲得太夸张了 好像我们中国的半导体 已经可以自我崛起了 根本不是这回事 他就讲了一件事 如果哪天 中国跟美国斗得更厉害的话 中国只要下个 美国只要下个结论 连旧设备都不能卖到中国的时候 中国的半导体 他用两个字形容 真的直接 那两个字你知道吗 清零 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刚刚习近平为什么觉得 现在的双循环遇到大麻烦呢 人进不来 或出不去 现在台积电来这边 大举扩张 四万片的产能 哪有把它推出去的道理 而且你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不就是符合 这个习近平说的双循环吗 因为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台湾 韩国跟日本都在撤离中国 只光2020年 然后日本就撤掉1700家企业 这1700不是小企业 里面有过医疗设备制造 里面有汽车制造 里面有高端的医材资料 全部撤离 台湾的台达电也都说一句话说 我基本上已经不要在你们这个中国生产了 因为你们劳力成本太高 今天台积电 把你们在中国赚的钱 根留在中国 而且还帮你做28奈米 这个所谓的四万片的制程 我想看 你的面板驱动IC要不要 你的汽车晶片要不要 你的白色家电 不是卖得很好吗 全世界因为你白色家电打趴了 那白色家电要不要 都要 事事样样 都需要晶片 那你在南京街 南京城 还有合肥那条所谓的科技走廊 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设计公司 你要不要 要 这些公司 为什么这样 其实我觉得向令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 曾经他是忍不住的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 拖到现在曾经才发表 是不是因为习近平在14月30号 再次强调双循环的重要性 针对向令刚才说法 你知道如果你把台积电 当作一个单纯的 所谓的晶圆制造公司 那你真的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从2008年的时候 台积电就做一个决定 不论是在台湾 或者未来在美国 或者在中国 他设有工厂的地方 他提供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 叫做开放平台 这什么东西 开放平台 好 开放平台 简单一句话说 比如说今天我们主持人 你是一个所谓的 我们说的电子IP的设计师 那你自己找客户很累 你来 你到我这个平台来 你只要有任何厂商 用你这个IP 人家会付你钱 那你不要来 这么多客户 好 那这家公司 就是一个云端软体公司 他可以帮忙所有的 这些机品公司 直接在云端上面 就可以虚拟运作 你的晶片运行 你自己做生意很难 你来 你来我这边 所以台积电的开放平台 它总共上面数量是高达 每一年被客户下载 数量是1.2万件 说一句大白话 你可以用最小的力气 去兜出你的晶片 为什么 我们讲做晶片要一条龙 从最上游到最后 整个封册封装 那今天这样的一条龙 你不可能自己去兜 但是你只要用最小的力气 如果我是爱心设计的 我用两层的力气 我交付出去我的设计图 后面的一头拉股 在这个平台上都有了 你说到重点了 你知道一个晶片商 他只要个idea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做 但是我其实后面都不懂 那我这个idea 我有20%的know how 我拿到这个专利权 你知道吗 他可以怎么做 你知道 他就把这个专利权 打电话给台积电 我现在有个东西 想做个晶片 那你没有人 有没有这个平台 可以帮忙 他马上告诉你说 一个IP网址 你接上去 然后把你的20%的技术 丢进去 他有80%的技术 帮你完成这个晶片 所以这个对中国的新创产业 中国的未来 不论是你在LED的驱动IC 或者是你今天是面板的驱动IC 或者你汽车的这个晶片上面 这个中国可是解决可大的事情 我真的简单一句话说 其实中国现在 也想要办法做这个云 当然这个云 他在做这个 所谓开放 绝对没有比台积电更厉害 但至少你要知道 他养活了整个科技走廊 这件事可就重要 所以我们就想一件事 向力刚你在想什么 我们这样白脸 苹果有一个 这个贾博斯 20年未完成的遗愿 谁帮他完成 你知道2000年的时候 这是英特尔老板 自己承认是2000年的时候 苹果曾经找过英特尔 说他的MacBook 想要自制晶片 当时的英特尔说 我卖你晶片就好 你干嘛自己自制呢 我不愿意 所以那时候 不论是贾博斯 教育库克 他们内心深处 都有一个愿望 就是要自主晶片 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台积电规模很小 2018年其实也不是 很大的公司 那时候都是三星 替苹果来代工 但问题 三星有致命的问题 他自己也做手机 所以对于苹果来说 我今天跟你一起合作 一起合作 我会防备 我的机密又是被你偷了 怎么办 没错 但是所以这时候 就找了台积电说 我们可以帮忙 那时候台积电很小 你知道台积电为这件事 付出多少代价吗 他聘请了100到3000个员工 专门是跟苹果合作 就用这个开放平台 同时间他在台中跟南科 设的工厂 就在前天 就在上礼拜 苹果完成了贾博斯的遗愿 MacBook的晶片做出来了 靠的就是台积电的开放平台 请进行装打赏 感谢观看